愿中国的青年都摆脱冷气 不必听那些自暴自弃之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 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不必等候 上海人山人海 哇塞 这两年人们没地方去 也是被憋屈坏了 看这人好家伙 上海那年过元旦 在人民广场南京路那边 发生过一次踩踏事件 所以说这几年这个活动也是 可以说是严阵以待吧 就怕万一再出现那种事件 那可就不妙了 都是大学生 复旦大学 通缉大学 还有上海交大 那个好多 这个重点大学吧 上海 北京 北京好像没有上街 这个万圣街的游行 上海成都有 北京可能管得严一些吧 这还是中国的年轻人有思想 未来 中国的未来 未来 西方面 三号 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